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昨天正式宣布华为Mate 30系列将会在9月19号发布 地点是德国慕尼黑 从官方预热视频来看 传闻中的后置圆形四射设计似乎是实锤了 总和目前的消息 华为Mate 30系列将会分为Mate 30和Mate 30 Pro两款机型 搭载麒麟990处理器 支持40W超级快充和30W无线快充 后置采用的是两颗4000万像素的主摄 还有800万像素广角和TOF镜头 其中Mate 30 Pro将会延续刘海平设计 搭载FaceID某款 使用更大取率的瀑布屏 Mate 30则是保留3.5毫米耳机孔 没有TOF镜头 此外根据余承东的微博透露 华为还将会在这一次发布会上带来一款耳机新品 看样子似乎是真无线蓝眼耳机 具体消息还是有待官方的进一步确认 前上午欧伯副总裁沈亿人在微博发布了一道填空题 透露Reno系列将会推出一款新机 随后沈亿人还补充说明这款机子并不是Reno 2 从沈亿人和网友们的互动来看 这款Reno新机还将可能采用90Hz刷新率屏幕 并且快充功率将会支持超过50W 不过呢 该机的具体名称三位透露 此外官方还公布Reno 2和新品无线降噪耳机已经开启预售 其中耳机的售价是599元 将会在9月12号正式开售 据了解呢这款耳机的名字叫做OPPO ENCO Q1 紧挂式设计 拥有三种配色 采用四麦克风双重主动降噪 支持IPX4生活防水和蓝牙5.0 大伙期待吗 今天上午 Realme CMO徐奇爆料了新机的更多信息 根据他的说法 Realme Q将会全系配备UFS 2.1高速闪存 配备4035大电池 标配20瓦Works闪存